一名潜水教练开小货车载着客人 突然左前轮爆胎 失控飞到对象车道 整辆车就卡在安全道上 不到两分钟又有一辆黑色轿车闪避不及 追撞货车的后抖 造成隐形盖凹陷 大灯碎掉 车头严重毁损 警方获报赶到时 小货车横跨在对象车道 黑色轿车停在逆车道 两部车都闪着双黄灯 就怕还有车辆没注意又撞上 16号晚间6点多 30岁香港籍的许姓潜水教练 到墾丁潜水馆开着小货车 当时车上还载着一名客人 要从台一线北上恒春 就在经过南湾路段的时候 破胎冲上安全岛 没多久又有一位50多岁的 成姓男子开车追撞 由于驾驶有喜慎病史 因此赶紧拨打119将人送医 四小客驾驶警部不适 由救护车人员送往恒春旅游医院 经救护医后 无大碍 货车驾驶未受伤 双方均为酒驾 潜水客坐在车后抖的景象 在墾丁其实很常见 每个月警方至少都会取缔 一到两件 幸好当时货车上座着的乘客 只有一位坐在副驾驶座 否则抄车就要吃上最高 一万八千元的罚还 TVBS新闻 徐克城评论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